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9月3日 星期六 今天跟大家說一下地產消息 這幾天看到很多地產很誇張 大幅的虧漲 輸的幅度 輸的幅度 輸得不少 第一單是上水天聯陽房 5600萬沽 賣卡帳面虧了1039萬 上水的陽房也要幾千萬 這件事其實也挺誇張 我記得天聯好像是 新地的一個盤 經常都是一向都虧的 因為這個地方根本就不值得那麼多錢 不單止是這樣 也看到 九土山有個陽房 叫做雲峰 雲三點水 雲三點水 我照讀雲峰 正確是不是這樣讀 現在的名字是古靈精怪的 其實景色也不錯 挺開揚的 三年貶值24% 業主要吃2200萬 這個虧得很厲害 然後 另外有幾單消息 全部都是虧漲的 例如沙田第一城 三房 兩房單位三年貶值16% 業主虧了過百萬 買第一城 這些樓上車盤也要虧得那麼多 另外還有 他 虧了250萬的愛禽海岸 要吞了15%的辣稅 估到估不及了 為什麼這樣呢 地產其實有多嚴重呢 真的很慘 這節要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 那麼多人 虧本 虧本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一播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剛才 因為我們是小啤負責幫我們做圖 小啤跟我們說 最近跟朋友去看樓 他在蘇格蘭 他說蘇格蘭的樓升得很厲害 我不知道英國 本土是不是 蘇格蘭今年買樓 你 平均是要給那個 股價 高12-3%才能買到樓 這是在說年初的水平 他說現在 你要用 這個股價的19%的日價才能買得到 所以他們出價15% 就是說 銀行股價100萬 你要給115萬才能買到樓 他們這次 銀行股100萬 他們給115萬買不到 原來 另一個買家給119萬 搶了 即是 以樓價的19%的日價 買了 原來這裏全部都要高 銀行股價的 因為你的銀行股價是買不到的 你要高於銀行股價兩成 是這麼誇張的 反過來 香港就糟糕了 上水這個真的糟糕了 天聯 劉心大道單號屋 實用面積2794平方尺 四房三套間價 起初開價 6400萬 現在最後 5600萬估出 劈價800萬 成交價赤價是2萬元 這次新買家是用家 原業主10年6639萬買入 磁科12年 虧了1039萬 天聯一向都是選手的 因為這個地方 其實根本就不值錢 賣了也輸錢 沒甚麼人贏的 這個屋苑 在去年全年有22宗買賣 只有兩宗賺錢 選手比例高達90% 每個人都輸了 這個狗肚山也是 昨天我看到網友放了一張狗肚山的 相片出來 就說 今年最大宗賢 今年最大宗賢 就是平時賢 只是最大宗賢 沙田九肚山豪宅 雲峰陽房 三年額外引花稅 限期鬆綁 5,880萬估出單位 賬面虧了1,900萬 如果連洗費 要虧2,200萬 因為你買的要離任 這次買的是雲峰 雲峰雙峰屋 實用面積2,738平方尺 連同147平方尺平台 500多呎的天台 以及300多呎的花園 這麼小的花園 怎麼可以呢 新單位 5,880萬估出 車價21,476元 單位 看照片也挺寬敗的 不過外面有6WIN 有小巴 景觀也算不錯的 單位也有一個平台 但是 質素不太好 因為這些房子 怎麼說呢 通常都是騙大陸人的 結果是真的 因為大陸人不懂 萬泰和永泰合作 永泰亞洲 萬泰是填北進的 大廈18年3月入伙 有8座分層大廈 以及68座養房 這個真是混得風風生水氣 賺了很多錢 這件事 虧了2000多萬 其實 都是騙大陸人的 香港人 我想也比較少買 買了新蠔宅 近十年 我跟大家提醒過 在香港 有聽過節目也知道 尤其是有跟開的 這些新蠔宅 買了也輸了 兩萬多三萬元 每一堆都輸錢 都沒有贏了 沙田第一成 真的會仰錢 連沙田第一成 也要輸 現場的樓市 真的很惡劣 這宗是 Viele婃爭安 Mortis был VVC的 這宗亦也是巨有的大幅洩漾倫 台幅洩 bullying 這宗亦都是賣 $455萬 3年前買的 買到要輸$85萬 貶值幅度高達16 elou7 Emmanuel 這個屋苑跡幅怎樣跡幅的 Warning apple下賣 $5萬 加加買《洗費的 業主要是111萬 真可憐 這是沙田第一城44座低層衣室 實用284平方呎 兩房間隔 放盤的時候540萬 之後就劈到505萬 最後港價455萬刀製 成交價16000元呎 其實也不便宜 反而買這些 可能是因為低層 因為現在太多人沽 太多人就放盤 樓市認真麻煩地 我們看到 最近大部分都看到輸錢的多 贏錢的 極為少 有一宗屯門黃金海岸 外琴海岸一個高層三房 最近又沽了792萬 業主 拿了一年 要給辣椒稅15% 為什麼呢 原來 他欠13日才是持貨滿一年 所以他要給15% 預計要虧 250萬 700多萬的單位 虧了200多萬 沒有了四分一 多可憐 這個 其實景色也不錯 黃金海岸遊艇的景色 不過屯門海景也不值錢 這個業主也算慘了 這麼心急買回來 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是不是要移民呢 還是看不到樓市呢 其實 最近我跟大家說過樓市 十分之差 因為 經濟不好 全世界貨幣貶值 港幣好像很強 趁強 現在換英鎊多划算 只有9元 今天最低903 剛才我看過 英鎊多虧了 沒有辦法 英鎊跌 物業人們每個都會買樓 就好像之前伊斯坦寶一樣 2020年和2021年 伊斯坦寶的樓價是全世界升幅的冠軍 因為銀資貶值嘛 每個都會瘋狂買樓 所以 人們買樓就拿回 一塊磚頭 比欠銀資更好 英國的 業主可能也是因為這個心態 欠銀資不斷貶值 買樓吧 所以就搶到瘋了 香港 反過來 香港的政治不穩定 周圍刀手橫行 我們也看到了 刀手治港 不是政府治港 國安法之下 香港也沒有好過 沒有好日子過 所以 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也沒有辦法 很難怪 每個人都看不上香港 而且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因 就是那些人認為 將來通關大陸人會下來賣樓 你反過來 通關大陸人會下來賣樓 為什麼 根本不會放人下來 大家知道為什麼 放了你出來 你就可以在香港走路了 現在你知不知道大陸有多難走 拿著護照 要去外國讀書 還有學生簽證 也是難以理的 剛剛有上海網友報料 他們 一班飛機 所有人 出境的全部被人榴攤 行李全部打開 逐件看 擺明拖時間 想拖到你 接班飛機 最後 他們說 檢查到最後有兩箱行李 不要 他們說是那些書來的 不要了 不檢查了 之前那些行李全部打開 這樣 才可以走得掉 最後在飛機起飛前兩分鐘上去 有些學生等到哭 因為 好像上不到飛機那樣 那些人特意留難你 這是什麼原因 就是因為 不想你出國 你覺得 將來通關之後 大陸會放人下來香港嗎 不會的 真的不會放人下來的 現在單程路 香港你想放人上大陸 好 你下來消費吧 你來深圳消費吧 東莞消費吧 他們 已經餓了很久了 你去放水 你去 救這個扶貧 但是你不要想著有大陸人 下來 不會的 香港跟澳門一樣的情況 所以 香港的地產不會有機會好 因為 大陸人 有機會先沽了 根本就不會下來 買樓 香港人 有很多人要走 要移民 實際上 究竟什麼時候 才會跌頂呢 不知道 跌到沒有人移民為止 所以 有樓的朋友 我一直勸大家 香港的樓真的要賣 自住那層也要賣 因為這個地方 此地不宜久留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